讓牠夾住 什麼聲音 靠牠 剉子耶 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滅絕屋 我是老頭Odomain 今天呢 我們呢 繼續把我們未知的滅絕生物一探究竟吧 那老頭呢 在這個 錄影師底下 應該不是錄影師底下 應該說老頭呢 在還沒有錄影之前 稍微去探勘了一下周圍 後來有發現這張圖真的很奧妙 我真的覺得這張圖 是我玩過方舟以來呢 算是對我來說 最嘆為觀止 最漂亮的一張地圖了 怎麼說呢 因為牠的這張地圖呢 的設定是在地球 那這個設定 在地球被毀滅之後 那牠很有那種都市的感覺 中間 有一些部分還蠻有都市的感覺 之外呢 右上角有藍色的 右下角有咖啡色 這意味著 這兩個 一個是沙漠地帶 一個是 就是那種雪山 或者是那種寒冷的那種地形 那左下角我還沒探索 所以我不知道 不過呢是很特別 就是牠會把這個 這個有這個氣候的地區 全部包覆在一個 一個很像一個 磁場 一個AT立場 那種概念 你知道嗎 然後你是可以進去的啦 不會怎麼樣啊 只是會覺得說 就是 這邊感覺就像是流放區 這邊感覺就像是流放區 這邊的恐龍全部都是被流放 被拋棄 被不要的 受感染的全部都當成 當成垃圾這樣丟在這種 大大環境裡面 然後剩下的那種 剩下那種優良的 或是什麼好的 才會去被放在那種 特定的氣候裡頭 這是我個人自己腦補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反正就是還蠻酷的 有沒有感見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應該是 算是這邊 偏右邊的正中央 然後你會看到這裡 你看 這感覺就像是 一個都市啊 一個城市啊 你看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燈餒 有沒有 有沒有看見 非常的酷有沒有 然後你會看到這邊會有這些 呃 這像是什麼 看板之類的 那什麼聲音 隕石要墜落的聲音 不是隕石要墜落的聲音 這個聲音其實 老頭有上網去研究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的方舟滅絕呢 他有新增了一個突發事件的一個模式 上面剛剛聽到會有點像隕石要墜落的聲音啊 這個聲音其實都是好像是 空頭物資降落吧 你沒有發覺這張地圖完全沒有任何的 空頭物資 他現在這個空頭物資已經改成就是很像一個 逃生艙降落的那種概念 齁 就有點像是 你們有沒有看過七龍珠 齁 那七龍珠不是就是有那種 很像逃生艙一顆圓球然後掉下來嗎 他大概就是這個概念齁 然後呢 當你靠近這顆球了之後就會形成一個立場 然後就大概要打類似像 守這顆 這顆那個很像 逃生艙的這個球 然後守五波 五波守完之後你好像就可以拿到獎勵吧 因為老頭之前在私底下晃的時候有遇到 然後結果沒打贏 我打輸了 齁 為什麼打輸了 因為那第五波實在太誇張了 欸 才剛講而已前面就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前面有東西在冒煙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 滅絕的這個新模式 各位看見了沒有 有沒有一個很像逃生艙的東西 然後在冒煙 然後當你靠近的時候 這次居然沒有 欸幹什麼東西 哇 不要吧大哥 不要吧大哥 欸這次逃生艙居然沒有要求我守五波 喔 欸 喔喔喔喔 幹 靠腰 現在才來反應也太慢了吧 媽的 嚇死人了 而且他的血只有1萬滴欸 他血只有1萬滴欸 然後叫我準備好是不是 就可以開始了 守五波 我們來守看看好了 好像陸續會有 其他生物進來吧 然後會一直想要 想要打這東西 有沒有 果然是五波 開始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他的血是有3萬多 那應該是屬於高級的逃生艙還是什麼 反正應該是物資啦 不是說逃生艙啦 我都習慣叫他逃生艙有沒有 阿怎麼沒有恐龍怪啊 阿怎麼沒有恐龍怪啊 欸這什麼啊 哇這機械棒顏色還不錯欸 是這個嗎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些生物要過來打這個 這個東西阿 完全沒看見阿 阿還剩下兩分鐘是不是 他叫我們準備 好我們就準備一下 有東西跑過來嗎 跑過來倒是這個阿 什麼聲音 靠要在咬的阿 第一波結束 我靠要南方 完了我打不打得贏阿 這次南方沒有流血傷害 哇阿 就第三波是南方阿 五百咬不咬得贏阿 還好他這次沒有流血傷害你知道嗎 流血我就還熱阿 欸阿怎麼沒去阿 咬一咬不見是哪招阿 欸我說你們可以咬他嗎 C內 快要結束了 嚇我一跳 成功了 好了 花了二十分鐘跟智障一樣 結果我得到了什麼 我花二十分鐘 得到了什麼東西 打開物品 哇 噴了一地 噴了一地 噴了一地裝備阿 然後都是一些建材 辣椒 這是剪 剪寶的概念是不是 打寶元素帶進來的 看來這也太好笑了吧 我剪到什麼 欸看不到 哇他他 他打到好裝備有沒有 他還會有那種 你看看那個 你看看這個就是綠裝 噢它消失了消失了 泰克複製器 這我這算 算是賺到嗎 可是他是藍土欸 對不對 看一下泰克複製器在哪裡阿 我剛剛撿起來怎麼不見了 欸 難道說我撿了沒效果 哪裡 哪裡これ 稀有花朵 哇他這邊也順便 噴了一點 欸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阿 還掉了這個出來欸 石頭 吉利面具 打寶阿 結果沒有泰克複製器的藍土 剛剛撿了完全沒顯示 然後這是幹嘛的 我們再取消裝備 這個好像是某個部位 裝上去 可以幹嘛的 我也不知道是幹嘛的欸 然後他是可以取消裝備 裝備 取消裝備 丟 可以把它傳走是不是 哦這好像是類似寶貝球的概念 是不是 哇 靠腰東西咧 哇 寶貝球啦 這就是很標準的寶貝球阿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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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聽說阿 說這個有加入了寶貝球的概念阿 的確是 這就是寶貝球的概念 然後他這些東西全部都不能 全部都會不會帶走 我覺得這個不如直接用那個傳送門 好上傳還比較方便一點欸 我覺得阿不管了 好拉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新模式 搞了老頭將近快半個小時 各位應該也看過了吧 其實是因為老頭這一隻呢 有稍微改過 所以攻擊力蠻高的 打的蠻快的 然後過程中其實挺無聊的 但是如果你們是用 原始的方式去打這場戰鬥的話 我覺得會很刺激 因為中間有中途會有南方巨獸龍跑出來 不過還好那南方巨獸龍是不會有流血傷害的 然後打完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好吧 那麼呢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我們今天呢要抓的是 位於這個 位於這個冰封雪地的一個新生物 然後呢我不知道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 真正確的中文名字叫什麼 好像叫做什麼 我其實我也不知道耶 來來來 Google翻譯系 Google翻譯一下好了 他叫什麼名字啊 Monogamr 哈哈 Monogamr 反正就是一隻很像噴射機的 呃 狼狗 還是暴狗 反正他長得很奇怪 我不會形容 好 那我們姑且叫他噴射機好了好不好 然後呢這一隻位於這個雪山附近 老頭昨天在逛的時候有看見 然後就覺得超屌的 然後呢 看到他會飛 我直接一個直覺就是 不行不行 他會飛我絕對不能用最基本的方式抓他 所以說呢老頭決定 要使用陷阱 搭配我們的捕捉神器去抓他 好 待會 待會我示範一下給你們看 就知道老頭要怎麼做了 這個方法應該算不錯吧 算老頭的一個 一個構思喔 然後 我現在來這邊還蠻冷的 我忘記點了 我的 我忘記點我的抗性喔 先點個一百好了 先點個一百 不然被凍死 好 沒問題 呃 我這邊看一下 呃 我記得我在這個地方是有看到一隻 在邊緣的 我看一過來直接換背景了有沒有 那個背景直接換了 超屌的 我覺得這邊就有一隻了 而且很好笑是他 居然在這個邊緣 他沒有進去他直接在這外圍 看一下有沒有在這裡 看到在那裡啦 有沒有看見 可能好像快死了 他直接逃走欸 我來幫他解決這一隻 靠北喔 我說要幫你解決 結果你自己先死 阿勒不當阿 你為什麼這麼傻 靠壓 好 我們直接開始齁 他應該位於這附近啦 那這一隻的話 那這一隻的話 我看一下方法喔 通常應該是先蓋一個 一個算是 三層的一個鑄體吧 好 好這個神器呢 應該也差不多蓋好了齁 那基本上呢 老頭呢會把他引進來 我是不知道這個大小他見不見得來阿 那進來了之後呢 老頭會放一個捕捉神器在這裡 讓他夾住 什麼聲音 靠壓 嚇死了 Oh my God 幹什麼 是沒有看到壞人是不是 反正他進來了之後 他會被這個夾到 我覺得我放兩個好了 比較安全一點 左邊一本 右邊各一個 夾到之後呢 我可以趕快過來 然後呢放一個門 然後放那個門之後呢 他就會被關在裡面 非常好用 阿為什麼 這個捕捉 捕捉神器沒有開呢 打開了打開了 OK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他真的有看到看到了 靠北他死掉了啦 這邊還有一隻 這麼好戰喔 哇 哇他死他會在空中噴你阿 我被我被解凍了是不是 他在哪裡 他去哪裡了 他居然在打這個 幫他清一下這周圍比較 比較麻煩的東西 阿怎麼又不見了阿 他是 他神奇寶貝神獸喔 阿說不見就不見是又死了阿 不可能吧 阿就這樣子我怎麼抓得到阿 看見看見看見了 快咬我 看他噴到我了 快咬我 快咬我快咬快咬 趁現在 他在追我 非常好 他在追我 她在追我了 他在追我了 喔喔喔 OMG 這裡阿大哥你去哪 大哥看我 喔 大哥這裡啊 這個先放一下 一防萬一 他光跳起來我就不知道人去哪裡了 那超難抓 我要幫他 我要幫他那個 整理後續這樣子 幹他都不顧自己快死掉了耶 靠要被咬死活該啊 哈哈哈哈 喔那邊有一隻那邊有一隻 完蛋了他又跑去攻擊其他人啦 不行這隻要弄死 我不能拔我不能拔給咬死 這非常的危險 有了 大象死了 豬 最邪惡的豬先弄死他 彭彭 好了 啊那傢伙勒 我靠要跑走啦水狼喔 誒這邊有一隻 他在上面 完了他要死了 這叫遙控啊 我被冰到了 我被冰到了 哇 幹這到底怎麼抓啊這傢伙 來來來 路克蜜先掰 我非常非常的不樂觀這一隻 完了完了完了 我要結冰了我要結冰了 還追了還追了還非常好 完了完了 有點小尷尬 這個門 這個門太小了 他是不是進不來 他是不是進不來啊 我是蓋太小了啊 來再一次再一次 我 他進不進 哈哈哈哈 欸不過他現在目標是我耶 好爽喔 他咬我才一滴而已 攻擊那麼弱 夾到夾到 夾到夾到 不要理我 不要理我 我難過 算了 再抓吧 再找就有了 凝肉是不是 再找就有人嗎 唉 再找就有了啊 我們走 內內的 幹你幹嘛來走開啦 不要鬧啦大哥 欸就是這裡就是這裡 啊你怎麼也來啦 走開啦 我很忙啊 快讓他吃 讓他吃 很好很好 對對對就是這樣 就這樣就這樣 欸欸欸欸欸對對對 欸對沒有錯啦 欸 快點快點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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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吃我很好吃 快吃我快點 快點 是不是 啊 終於 怎麼會有兩隻啊 啊 這隻必須死 人隻跑去哪裡了 白癡豬走開啦 幹要死不死的 在那邊亂 前面補血吼 我不想要又死掉了 講真的 啊 OMG 終於 受不了欸 這個超級難抓的 我跟你講真的 我已經弄了快一個小時了 這樣子綁住他爭吵啊 可是他一直想要逃脫 不斷的想要逃脫 不斷的想要逃脫 他到底暈眩值多少 其實我也看不到 我怕把他射死 你知道嗎 還好沒有加很多 喔不是沒有扣很多 加挺少的 不過現在這樣子我覺得就夠了 我怕 我怕把他射死啊 他寫一千多喔 一千九百多 還好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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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啦 實比較麻煩他一直飛 打頭好 架比較多 這個附近應該 非常的安全 來啊 來啊 你看看 喔喔喔喔喔喔 還想咬我喔喔喔喔喔 以後呢 各位想抓就這麼抓 知道了嗎 累死你啊 尤尼是這種跳跳虎 跳來跳去的 到底要怎麼搞啊 而且還射不到 過洞了欸這隻 超級過洞了 我說 過洞到我射不到他 看 有了 終於啊 然後這傢伙呢 據說最有效的飼料是羊肉 不過我們給他吃一塊肉好了 他是吃肉的 所以羊肉跟什麼肉他都ok 吃個羊肉馬上就站起來了 我超辛苦 終於弄到手了 我的天啊 把他拆了 好啊 這時候呢 我們要給他吃個傳送門 然後他的鞍我也準備好了 好不好 他的鞍 他的鞍在這裡 啊 終於 終於 我終於 夠出來 來 我們來試試看他什麼招式 我記得他有一個超級俯衝 喔 怎麼用 右鍵是噴那個冰霜嘛 啊 左鍵是往前衝刺 喔 這個人 這個超帥 很可惜他不能像炎龍一樣爬牆啊 然後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怎麼回家 他有一個C鍵 跟一個左鍵 他C鍵跟左鍵是一樣的動作 但是傷害有沒有不一樣 我就不曉得了 靠要兩隻南方喔 好恐怖喔 喔呦 唉呦 想幹什麼 哇嗚 死給 耶 逃跑專家啊 這一隻 幹什麼東西 是沒有被 被冰凍過嗎 呵呵呵 欸 這招其實還蠻狗的欸 我們可以冰南方巨獸龍 然後跟南方巨獸龍這樣子打 可以輪流冰 有沒有 輪流冰 輪流冰 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那隻南方 他現在站在石頭上面 死捏 唉有沒有 喔唉呦呀 而且消耗的耐力也沒有收很多 欸 可是他很快就醒來了 哇 感 受痛 嗚呼 我覺得這需要隊友 我就是一個牽制的龍 你知道嗎 牽制你 然後攻擊一下這樣子 而且這個很 也很適合 也很適合做突擊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左肩就是往前衝刺的 對著這個準心往前衝刺 然後呢 比如說 我已經發現敵人在前方 然後我就可以騰躍 騰躍之後呢 衝啊 然後衝到前面 然後攻擊 然後打完殺掉人之後有沒有 那樣像刺客教條 殺完人跳起來 飛走 有沒有 隱形的刺客 恐怖恐怖 我覺得這個 這一隻在PVP上面 應該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屬於偷殺型的 但是缺點就是他需要 大量的耐力 如果耐力不足 可能就是飛到 飛過去有沒有 然後發現耐力不足 你飛不回來 只能進不能出 哈哈哈哈 好啦 這就是我們的噴射機 那他的原名叫什麼 其實我不會翻譯 那如果呢 你們知道這隻 這隻龍 還是豹 還是 還是鹿 呵呵呵 還是狗 還是獅子 的原文 中文名字叫什麼 歡迎在這個下方留言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 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經過一番波折 一番煎熬 我終於抓到這一隻了 不簡單 方舟 自古以來 飛行生物 非常的 難抓 尤其是一個人的時候 有長期跟老頭的人 大概都知道 到底多困難了吧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 先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走下講個喜歡 右下講個訂閱 或是在下方留言 或是去我的nononolive 按個追隨 我會在那邊 不定時做方舟直播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 方舟滅絕 再見面了 掰掰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